現在台北市塞車民怨沸騰 台北市長柯文哲是提出了交通CPR 祭出了古大改善措施 透過近空路口嚴格取締違規等 希望可以維持道路的暢通 不過雖然台北過年交通 會不會更頭痛還是個問題 柯文哲是趁著年前也特別安排走訪了年貨大街 發放猴年發財金來跟民眾拜早年 從台北市長柯文哲手上領取猴年發財金 民眾樂不可知還加碼陶簽名 為農曆新年增添豪彩頭 但想過上豪年可不容易 台北市近期交通永塞 尖峰時段車輛根本動彈不得 為撫平民怨柯文哲提出交通CPR 幹道的交通要維持 所以幹道的違規林庭一定會強力取締 另外一個路口的進風 所以在紅燈的時候 如果超過停止線一定開發 嚴厲執法希望對陣下藥能有效輸運 不過前好市府交通局長林志穎 PO文痛批 交通問題絕非年前短暫現象 如果游泳無致 恐怕交通惡化 會成真 交通的處理短中長期計劃 不過我現在是先處理過年前這一段 最繁忙的時候 我想等到一過年 因為台北市人口會突然少掉一步 我們有一段時間 利用過年時間來思考一下 怎麼處理 只說要再檢討 但柯文哲強調塞車原因是連日大雨 油價下降等種多因素 柯文哲拜託大家多使用大眾運輸 但市民能不能耐心度過交通陣痛期 還是個問號 UGN TV 吳傳安 黃慧珍 台北報導